啪 光一亮 从王菲菲来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非常完美》 上一次我身体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在家睡了三天才缓不见了 然后这次还好 就给大家来做一个非常完美的补月好物分享 今天是我刚放学回来 终于有机会睡了一个懒觉 然后染了一个头发尴尬 自己染头发当然是比较方便 然后性脏皮会比较高 之前用了湿花扣的两种 然后这一次是用了艾莫莉的染发膏 我今天染的是黑褐色 之前的头发有点染茶皮了 孟佳说王菲你过来你站住别动 我说怎么了 然后他讲一把撩开我的头发 天哪你染的这个什么头发 你在哪里染的 我就说没事没事 你就是只看我外面那一层就好了 这几条染的你不懂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梳子 GHD 因为我的头发真的是染了特别多颜色 然后又每天做造型 其实是挺干的 特别是发尾的部分 但是呢 这把神奇的梳子 就是我的这个特别敏感的头皮 用它完全不痛 而且还特别的舒服 在我的头发打结的情况下 它能够快速的梳开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把梳子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而且晚上睡觉前你用这个来梳头 按摩头皮 头皮敏感的妹妹们真的可以试一下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腮红 就是我应该是一个月前新入手的一个腮红 但是已经给我的口红弄到了一点点 我上次我就说了 就是最近的美妆 用来使用色号都是你知道想尽办法 你看这个就叫做 斯芙兰银亮自然腮红01号 羞涩如泥亚光 它是长这样暗粉一点点的这个颜色 我今天涂了腮红就是用了它 那这么说来 它取的这个名字还真的是蛮贴切的 就这个颜色呢 它打出来不会特别的粉 因为我的肤色偏黑嘛 不是那种亮的肤色 但是呢这个颜色打出来反而会让我觉得很自然 就觉得你今天脸色蛮好的这种感觉 买它之后我基本上都用它 平时daily妆的时候可以用 斯芙兰的01号 记得啊 羞涩如你 Oh my god 这个颜色讲出来真的我的羞涩了 好我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个这个 它已经给我用到快看到银漆了 然后它打开是这个样子 Tony Moon的M02号 亚光的 它叫做Everyday Pink 每天都Pink 它是个眼影 但是我没有用在就是上眼影 我是用在哪里的 用在我的这个卧蚕 它这个打出来我跟你说 你的卧蚕非常非常的自然 就觉得Oh my god 你的卧蚕天生就长这样 我跟你说 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我的化妆师都用它 我没有它平时出不了门的一个状态 我听说它已经断货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我就没有卧蚕了 我曾经试过用其他的 但是其他的画出来就很肿不自然 但是它呢 虽然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 是不是也是有点不自然 但是我跟你说真的 非常的自然 你们现在看我自然吧 我觉得很自然 我不要很自然 我要我觉得 我也要跟你说 要画卧蚕才能办法 这是我新买的一个刷子 瘦瘦了 我想起来了 它这个刷子还蛮柔和的 它就长这样 刷头它稍微不是那么的扁 但是又不是那么的开 我告诉你们怎么刷 点一下 记得弹一下 把上面的鱼粉弹掉 卧蚕一定不能这样子往后画 就是你的眼尾的这个方向 也不能从眼角开始画 就是你蘸粉 蘸的最多的刚开始的这一笔 你一定要点在眼角下来的 大概这个位置 对点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点一下 然后再往后 然后再往前把它补开 而且一定要往斜下画 这样子的话 你的眼角下才是往下的 就会显得比较温和 跟可爱 跟平易近人 大家说我平时是不是太凶 所以呢我就靠卧蚕 让我平易近人 这个说起来还要再说 画黑眼圈的方法 就我每次打粉的时候 都会把眼眶这个黑眼圈的位置 全部都留出来 其实我的黑眼圈 只补下面的这一块 然后我会把上面这一块留下来 然后画完卧蚕了之后 下面就会有隐隐约约 就是你本来皮肤的这个颜色 它会形成这个阴影的部分 就不用特意的再去刷一层阴影 这样子的话粉感也不会那么的重 这就是我画卧蚕和黑眼圈的方法 接下来我要分享三个 NAS 这两个是我已经买了好几年了 它上面的盒子都已经变脏成这样 这是我真的很爱用的两个眼 这个颜色呢 其实我一开始用了它来打卧蚕 后来因为有了这个颜色 我平时的妆容 我可能就会用阳光的 但是在舞台上的话 我会在这个的 现在的这个基础上 我会再加这个颜色 因为其实舞台光打起来 就会吃掉所有的妆容 所以为什么舞台妆 一定要画得很重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这个颜色 Turabaya S-U-R-A-B-A-Y-A 听你们说真的非常的好用 你看我基本上只用它 我没有用这边 这个是偏棕色一点的 然后这边是偏那个 紫红色一点点的 我今天没有画眼线 我今天是用眼影来代替我的眼线 我是用这个深色的棕色 它是有一点点珠光 但它其实不亮 其实在舞台妆上面 它也非常的有用 我会用它直接就变成眼影 就是打得比较浓一点 下面的这个眼影 也是用它来打 就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自然 然后又不觉得很夸张 但是呢 让眼睛又有神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说 这个是我新入手的一个 NAS的腮红 它带一点点珠光 它叫做MADLY MADLY 它是这种感觉 它看起来其实是 淡咖啡色的颜色 但是它擦在脸上 有一点点的红 这个腮红的颜色 它是比较自然的 然后比较粉一点的 但这个呢 其实是妆感比较重的时候 用它会让你的脸更立体 它其实有一点像阴影的颜色 但是我用来打在腮红上 真的是很美 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一个聚会 然后呢 说我今天要精心打扮一下 就是出场的时候 登登登 啪 光一亮 从王菲菲来了 大家就看到我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妆化的比较厉害 然后比较猛一点的时候用它 你的整体的轮廓感 跟这种高级感觉出来 非常好看 推荐 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个 这个是我的 阿玛尼的小胖丁 我跟你说 401的这个4号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你看我用了 已经都快见底了 我一定会带它出门 它真的是补妆神器 就补完了以后 让你的嘴巴又恢复光彩要人 同时又不干 就补妆真的非常的好用 而且单用它的时候 颜色它是有一点点红色 加一点点的眉红 真的是美 我跟你说 真的美 有气场 但又不是俏皮 它又持久 你知道吗 这个我也是买了 大概有两三年了吧 你知道女孩子的口红呢 用差不多见底 是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像这个401的这个色号 它会有一个跟它一样的色号 但是这个401就是更持久 就是它会更补掉一些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去买的话 可以询问一下店员 这个呢 偏芭比粉的颜色 真的是很荧光的这种粉 我看到很多人都说 这种颜色其实真的是不好驾驭 你看我擦掉它 它还留在印子 真的是很持久 像它单涂的话 真的是会很夸张 像我今天 我是叠涂 我用了一支 我特别喜欢的 Perry Pera的明星梅子粉 这个颜色 高级 它就是肉眼看的时候 它很OK 那在镜头上面看 它就会有一点点暗 所以呢 我今天就 在我的这个妆容上面 又加了一点点 芭比粉的这个颜色 它就会让它瞬间亮起来 我就加在这里 加了一点点 所以就是像这支的话 叠涂它真的是很好看 这两支是我一定会背上的 其实还有一支 那支我没有了 我要再去买 比较类似这个颜色 我看这个芭比粉是501 然后这个红色是401 添这个颜色的是602 像我穿黑色比较多嘛 会比较涂 红色会偏暗一点紫红色的这支颜色 会比较多一点点 这个我贴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 这是美宝莲 被我们学校的校徽规定 我允许露出 然后就把校徽给贴在上面 它是巧克力色 我觉得真的 很美 美宝莲的70号 它有巧克力味 它涂出来是这个颜色 跟你说你涂完它 大家会觉得 怎么会这么的有距离感 我听说啊 这个色号非常的难买 这个呢 是之前我上那个美妆节目的时候 顺手捞的 就是一定要逼着她给我这一支 巨人阴姐姐 她也想要 我就说不行 我一定要拿 果不其然回来 他们就说很难买到这个颜色 涂完就是你知道 今天我就Diva 请call me Diva OK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下 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其实我英文也不知道叫什么 只认得 她的包装只认得 她的这个牌子 我看到就买 看不到就不买 我之前有买了 大概有两盒小的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大的 还有买他们的沐浴乳 就很好闻 我觉得它里面很多味道都很好闻 但我喜欢这支Lily 一定要买他们家小的 他们家这支大的 这个口座这么大是怎么回事啊 我想请问一下 我有几次我就想说 一打开那个护手双肩 就啪 我给你试验一下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 这什么东西啊 我想说木翼叶吗 啊还是什么身体乳啊 真的这个口子做的真的是太大了 我要提一下意见 不管天气热不热 你的口也不能做的这么大 你知道吗 这一支目前来说 我自己用的是最舒服的 而且最持久的 但是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要买小的 你们买大的就一定会后悔 小的就有很多的味道 一盒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味道 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买了两盒以后觉得 哇自己特别的好 我爽就有说 啊我这也有那也有 然后朋友说 哎你有这个 我说你拿走 你拿走 你拿走 现在就算真的大的了 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分享嘛 你想要哪一支 我想要哪一支 因为我很爱喝热巧克力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吗 一杯 hot chocolate 真的会让你觉得幸福感满满 你觉得人生怎么那么美好 这两个是我最爱的口味 一个是原味 一个是棉花糖 每一颗巧克力 冲银粉 瑞士小姐也讲 然后它真的是很好喝 我喝过很多牌子的巧克力粉 但是我还是最钟情它 它就是浓浓的巧克力 就没有多加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 它长这样 这个是新包装 这个是旧包装 就一袋这样撕下来 我喜欢比较喝浓一点点的 就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杯子 我大概会冲一半 稍微多一点点的这个位置 稍微冲浓一点点 我会觉得更好喝 这个热巧克力呢 你们就按自己的感觉走就行了 有些人我就喜欢喝淡的 我就不听你王菲菲的怎么样 是是是 好 大家按自己的来就好 反正我只是说我喜欢的东西 就是我喜欢的浓度 没有喝过的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牌子真的非常好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一定会让你们幸福的 好吗 我今天做这个头啊 其实我工作人员都很拒绝 他们就觉得这种少女的东西 不适合我这个年龄 我本来要做直头发 我的那个发型师 他新买的一个甲板 就是那种薄薄的 他就说一定要给我做个波浪卷 然后做完了以后 我那个头你知道吗 就像这种太阳穴被他打凹了一样 真的不夸张 我等一下录完这个视频 我就给你看 就是他这边是这样鼓起来了 我说天啊天啊不能这样的 我还是把前面这样夹起来 也会显得这里丰满一点点 所以就才会有今天的这个发型 我不是要故意少女的 虽然说是有时候偶尔少女 我也是不排斥了 你们接受的话 我也是会偶尔少女这样的 所以今天最后一个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的甲片 这个甲片呢 是我真的用了很多年 因为我自己本身指甲特别的薄 然后我是做不了那种光咬甲 做了几次之后 我的指甲就会痛 其实像我平时没有指甲 我自己做饭啊干嘛 也会比较方便一些些 所以呢我就是只有工作的时候 我才会戴 我最喜欢的色号是这个 486 还有红色的话是这几款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还有这个是他们新出来的 这种两排的 很好看非常好看 卖过的小姐姐说是可以坚持三个月 反正我是不信的 除非你什么都不做 你这样 双手不沾洋春水 就是给我 诶饭来了你喂我吃 就是头我也不自己洗 可能可以坚持三个月 就是我自己的性格 不拆它坚持最久的是三天 因为我要演出 去学校你知道吗 会有彩排 然后还有公演 就是两天的妆法就必须得一样 指甲都得一样 所以我会连续贴个三天 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这个真的是能贴得很 然后它先用这个酒精的消毒棉片 把你指甲擦干 然后让它的这个表面 没有任何的油脂 就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 架片 然后它上面有 透明的这个小胶段 然后一撕下来 然后这样 贴住它就可以了 虽然说这是我们工作的需要 但是我觉得 很多朋友 你们也会经常去 比如说跟朋友的聚会 或者是要突然猜猜 谁的婚礼了呀 或者是突然要去约会了呀 各种的场合 对吧 然后可能没有时间做指甲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特别的方便跟实用 好 以上就是我的好物分享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 最后还要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 这个头发拆下的什么样子 泡打了太阳穴的感觉 好了好了 这种丑的样子不要给你们看 就这样吧 下期见 拜拜 所以 呃 天 这个粉都掉到我床上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